我們說建築師當時在這個場地 這麼走來走去走一圈 我是唯一不認識他 他也是唯一不認識我的人 我當時告訴他說 你畢人要求獎金內 你可不可以做得吸引人 可是諸位現在去看 是那麼厚重 那麼的不堪 可是這兩棟房子 三三三五 剛好是廢造 也是大概是建築歷史 或是都市發展上面的 一個很好的建築 也很好的教材 謝謝 謝謝各位同學 那個 我們在文化資產平面的時候 當然有各種的狀況 我們回避到最後 大概還是會 根據現行的文化資產的價值地 來看這些標題 我個人對這兩棟建築 有兩方面的看法 第一個當然是空間形勢 那個 我想 台南路 國外路 和崇利南路 其實是 從日本時代到 荒唆後 其實是 最主要的商業街區 而且這也是台北 最老的商業街區區 早年 早年 這個地面 實際上是聯動 現在 經過 差不多四分之三個世紀 現在 洪陽路 左右兩邊 實際上 所留下來的建築 其實是 非常有限 那 尤其剛剛提到 就是說 在街區的 北邊這一塊 原來是非常清楚的 一個 一個 結構的結文跟理念 它有一個共邊序列 那後來 因為 大吼的原因 就是 格力很長一條 北邊都重建了 那重建 當然它的 比例尺寸 原本事實上 跟現成這兩棟 是差滿多的 那可是 它們也是 還是根據原有的 pattern 我想我們就是 跟原有的 這個型態 來做設計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在 這個 不是從這兩棟建築來看 從這 洪陽路 這整個街線來看 我覺得它的空間 很起 事實上有一定的重要性 那 那 第二個就是 我們看洪陽街 從公園這邊一直到 中華路 其實 目前 所剩的建築物 建築物的確不多 那 公園口 那邊有幾棟建築物 在之前已經 指定為古蹟 那我們這棟 這兩棟建築 事實上是在街區的中間 而且 洪陽路可能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從去南路 到不安路這一段 所以 所以 我覺得就是 從公園形式 跟它的 這個 過去的 整個街區的發展 我覺得它都是 相當重要的 文化資產 好 謝謝 好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我們 好 我們局內 也跟各位有報告 其實我們現在的這一種 專案小的公園 對於可能的 洞 跟討論的一個建物 就是簡單化資產 大概會比較提升 那你跟各位有報告 這兩棟的狀況是怎樣 第一個它的內部大概都經過相當的 裝修 但是它的那個天井的一個格局 基本上都還在 第二個 但是它外表 外觀的部分 原來上都大概是有 當然是依照原料去保證 所以我的一個報告 其實大概都有把1915年 和現在的一個作為 那樣的對比 那我們想 我們確實還是就是說 有經過大概兩次左右的一個會談 大概有十位委員都到現場去過 那以上這個相關的資訊就提供給他 好 如果 如果各位委員沒有進一步要有追訓 或者是討論 好 那我們就 好 謝謝那個剛才發言的幾位家屬 還有政府室 我們就準備投票了 好 各位在投票的同時 我們也請我們的部落 我們也請認審議安三 審議安三 大安區國立台灣大學信息訊 及植物病理學信息管 國化資產價值案提起審議 依據國化資產保存法例子78條 普及指定及內置審查案法 例子建築經驗建築 增入位置審查及國務化卡換期 大領執行 以一二年二月本局 以後民眾臺電法因 國立台灣大學一號管政進行外強施工 建築基礎化的政府元素 13公共鑽造基礎 以實質詳細重做的狀況 等於 請本於 確認是否有破壞文化資產下的治癒 聽查該建築為 九十一年補查六個建築 本局盛行 臺北市文化資產 補導體才結束建築參查 請財文化稅有更多行為 本局 112年3月29日邀請 王會主委員 王維州委員 蔡元良委員 由宗德委員 王室建委員 交開國立台灣大學習俱信 及職務幣語 學習系統 文化資產價值 承諾他一條 會刊結論 國立台灣大學習俱信 及職務幣語 學習系統 會刊結論 國立台灣大學習俱信 及職務幣語 學習系統 會刊結論 資格委員 分離職務文化資產價值 兼以指定為父親 聚受本土 否知誠意和誠意 主要小組 依然專業如下 依據高度歷史 藝術或科學價值者 位於台灣大學校門口 入口 出租跟基地棟建築 在位置上具有 具建築配置之上 性質 刊成意義 且為首批建築群之一 建設台大教師發展 地區系其組 引力學習系本 現於1930年 原事體學同步 生物學教室由總部名參考設計 八方府負責零件 同時其部屬建物 教室問題組成生物學及植物學研究場域 是日本時代台灣熱帶學研究中正 具有超多歷史與科學價值 但前提 同學部之研究定位 致力於南方研究與熱帶研究 據前提取的產業與資源之目的 指引同學部於台北帝國大學 具重要之定位 先生才大小子發展 二 表現各時代營造技術原開特色 以內部人保存原有 耳間門窗 裝修現角與地下廣勾等實驗空間特色 圓後保存程度高 人具保存價值 建築外觀形式呈現台北帝國大學建築之特色 最新本次修善 維修就如舊 人基本保持原重 有其保存價值 地區系及竹民與學系系碗 友人馬比世代 圓孔造型開裝及車系門口 兩條衰章式 冷中式元素 外貨戶以合 二十三公文面端 接屬日本時代 中葉以後建築特色 部署建築為專造於梁柱結構校舍 職務標準版 部署溫室 車友 分特式 銅架及手搖式偏狀 皆表現日本時代 建築營造技術特色 三 據稀少性不易在線者 原台北帝國大學農學部生物史 學教室包含教室文體及溫室 標本室 實驗室 冷凍室 草房等部署建物 為完整生物學和食物學聯救藏區 整體建築群自日本時代以來 保存完整 並保有許多 珍貴標本及文物具有稀少 並且不易在線 三 其他普通資料 廣案列車建築金代表 評委員 強三附件 廣案文化價值資產評估報告 評委員 強三附件 這是建築照片 這是戲碗的外觀 這是植物標本的外觀 這是魚類標本的外觀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基本資料 它位置是它的羅斯福路四段 土地是答案區學伏算式小端2301 這個不用練習 然後派往下 價值分析 羅安基金兩次會談 他委員 意見如下 這是建國土地範圍 一 引起農民旨定搭 郵國燕臺灣大學系區區域 職務命理學系系法 維持下市令5級 一 銀三原台北帝國大學同學部 生物學教室 本類 學校 位置或地址 台北市大居羅斯福路四段1號 土地基基 定國土地範圍 是面積體系統 土地文體為西區基地 植物病理學系系法 植物標本館 植物標本館 附屬文室 娛樂標本館 娛樂生物實驗室 建築文體 部署設施為連結西區基 植物病理學系系法 植物標本館 植物標本館 附屬文室 市值安靠 建築文室 地圍為大俱學 福發思想 貨賺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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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安提請貨賺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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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 請問您要試的題字發言 或許我有報告 好 主席 各位文大家好 我是國際台灣大學生物資源級農學院李女斌 我剛接任院長一個月有25天 在這個過程中非常非常的在重視這個案件 這整個案件的過程我想做得非常清楚 台大歷屬這樣的地域 我們應該從它的時間軸跟框邊軸上面去看 我們可以大家看到台大在1895年 其實實際上是一個台灣的就是日本時代的一個秘願 到了1928年才成立一個地國大學 到了1945年我們台大才真正名稱 這個就是台灣大學 那大家看到的那些建築物 就是我們在台大習英苦苦的 這一草一木就有留步下來 那生農學院就是這一次的這個建物裡面就包含到了 那整個生農學院它是在1928年 那時候是理工學部 不是只有生農 那裡面的這個系整個四個科系 所以包括有生物學化學 農學跟農體化學 就是有科系的 在1949年的時候農學負擔成立 那時候就是分成了這個七個科系 那後來現在的這個維生物學系 它才改成叫做本來之前叫做農業生物群形 那在2002年的8月改成現在的農學院裡面 那在農學院底下我想這兩棟建築物 大家應該非常的熟悉 一棟就是雞小園 那也是在我農學院 那另外一棟是昆蟲也是古基 那這兩棟都在農學院是古基 那這個我們從 那大家從照片上可以看得到 我們師生幾億也在去進行這個維護 所以那在這個過程裡面非常辛苦 我們幾小屋到現在還沒有機會可以去做修理 因為我們前一隻目 一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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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直追 一隻追 追不上 那麼昆蟲館我們才剛接任了 成立一個小組 我們希望從這個開始 但是目緩大家也知道 如果大家想知道目緩有多困難 我待會可以跟各位分享 那再有下一頁 接下來就是今天的目標的建築物一號 從時間軸跟現況我們來看 最左手邊的是我們這個 我們博物館群裡面去拍的一個照片 那再來中間就是比較接近修繕前的狀況 那右邊也是修繕前的狀況 那原本呢 剛剛我講的這一棟建築以前呢 是沒有戲劇系 就只有植物并理系跟 就是我們的生物實驗 那所以沒有戲劇系 那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那這是左邊呢 就是還沒修繕前 那這個右上 中間跟右邊 這是修繕完的一個狀況 我想各位我們也都非常清楚 那我們往下看 那目前呢 從第十軸來看到現況 左上邊那個照片 我把他打磨 我是不希望大家看到人 那這是一樓 那個就是我們的戲劇系 它的一個空間 那跟原本的空間已經完全不一樣 那再來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實驗室 這個三樓的實驗室 那因為大家都可以 可能可以清楚的就知道 那這個實驗的這個科學的研究 它是日系月異 所以裡面的一些 通通需要一些空間 所以跟以前的內部的空間 也完全不一樣 那再往下 那現在是正在修繕中 這是本來預計要當教室的 那現在沒有教室可以不用 那所以全部全部為寫 我們現在的困境是學生不可以用 學生沒有辦法用 那在我們很努力的 從大家可以看到 在還沒被界定成這個佔定武器之前 我們也是有努力的在進行這一部門修織 最後再下一項 我們從年輕的時候18歲到現在 到要退休都在這裡 我們從學習 成長 研究 甚至我們要追求所謂的作業 為台灣的科學 敬意分裂一樣 台灣的建築 我們台大裡面的建築 跟我們家是一樣的 我們甚至搬過家的 我們在這裡面生活的 我們的女朋友變成太太 有小孩 在這裡面生活 她都是不同家 甚至比家還要更貼切 這裡面有我們成長的遺跡 你們的歷史 這是我們的歷史建築 我們希望她能夠跟我們一起一樣 繼續成長 謝謝 好 謝謝 在我各位委員提問之前 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院長 你剛剛這樣簡報回來以後 你有沒有一個態度 你的態度到底是 因為最多的一句話我們聽不太懂 你的態度到底是希望她是利劍呢 還是希望她是鼓勵 還是你根本就不希望 可不可以有個態度 因為我們台大多委員在討論所 比較能夠知道說 她是怎麼來的 對 講話教育 不是 她的建築 所以我會很清楚地到達了 希望是歷史建築 所以你說你是 對我希望的歷史建築是不是 對 好 謝謝 我們一樣我們要負擔 我們希望我們的家 我們看到我們家就是0的家 所以歷史建築是我們希望 好 各位委員 主席各位 我是參加第一次3.29的健康 我比較不清楚的是 在這個案子的第一頁 2的跨幅1是一種反應 91年已經是列測 我們3.29去的話 其實已經做得差不多了 所以本案到底是不是從來都沒有 給他暫定古蹟的身份過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台大在進行這些工程的時候 雖然裡面是說修舊如舊 這個我們去看也知道 但是畢竟呢 我們91年的列測到112年的3.29第一次去看的時候 都沒有任何所謂的應該有的一些的錯線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以後我們應該自己要改進 而且從3.29到第二次的5.11 第一是不是也都沒有暫定古蹟的身份過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台大就一直開車下去了 因為他就一直修下去了 那院長剛才是說 教士好像都還沒有使用 那我不太清楚 是因為台大內部自己沒有使用 還是說因為他現在 還在文資身份的認定當中 所以局端這邊有建議他暫時不要去動用 我想這個法律關係跟法律效果先說清楚 不然的話呢 這樣的一個說明是看不清楚的 因為我們以往上到大會來審議之前 要嘛就是從來沒有身份 那要嘛是已經有暫定古蹟的身份 那這個案子比較特殊的 是因為他是列測追蹤的 但是民眾查報說 好像台大在東風 那我們去的話呢 坦白說已經修得差不多 這個是三二九這第一次 那第二次呢大概更是如此 所以這個有一些時間軸的落差之外呢 可能還是有一些認知上的落差 那這個可能要怪我們局端 是不是他從來沒有暫定古蹟的身份過 如果是的話呢 那這個當然他就一直開車下去了 那如果不是這樣 那田復這邊至少現在要阿遠 老師我一次說明一下 局面說明一下 那個其實現在法律規定很清楚了 文資法第十五條 超過五十年的那個公有建築物 就使用文資法第十五條 那跟這個列測與否則兩回事 那這一個建物被發現是因為很清楚的 大概台大校內超過五十年的建築物 大概還有多三十道 那基本上大概九十一年也都有列車 那我們也熟悉那個台大因為沒有前修 所以這些不管是超過五十年 或是已經列車的建築物 都盡量採取人家不通報的話 原則上我們不會去把它訂立建築物期 那給台大一些緩衝實驗 不然這些建築物大概修起來 二三十一年不一樣 現在校內也超過五十年以上了 那這個部分要先說明 第二件事就是 不是不能修 大概台大自己內部 包括密書處也非常清楚 那如果要修的話 原則上都會有一個報告到 有劃取來 就是要他會在修之前會通報 那我們再去看 那只要你要進行修復的時候 那基本上就會走十五條 那十五條我認定有價值的話 就會讓你走到十七到十九條 所以這個不是剛剛有老師講的 說我們不知道 然後開始開車下去 原則上校內應該也很清楚 這也是現在監察的委員在查的部分 就是為什麼這個案子 在行政修改的時候台大沒有報 那沒有報了以後才被民眾檢舉 說這一棟台大人間為什麼在修 那檢舉以後我們就看 確實就是他沒有報十條 我們現在這個部分 我們在接受監獄的調查 毛高娃、台大跟文化學 都在追受監獄的調查 接受調查的部分 我們坦坦接受 那我們就會配合調查 那這一部分就是那一次去之後 之後讓委員決定 其實認為有估計的價值 所以才進入到十七到十九條 那麼瓦斯克還是要回到那個邁路爾裡面去 所以這個原則上沒有問題的 第一個大概就是他沒有報十五條 第二個見識是他沒有報十五條以後 開始自行修善以後被人檢舉 然後文化學去 那去了以後覺得有價值 所以就進入十七到十九條 那今天一大會 那程序大概是這樣 謝謝天賦 我們局部委員會有沒有在進步要順尋的 謝謝 大家對於心中一定有訓練 對 如果說OK 那我們就謝謝院長 謝謝 辛苦了 那我們就準備投票 在投票的同時 我手上先呼吸一下 剛才沈憶案1跟沈憶案2 結果就出來了 我稍微跟住位 稍微念一下 那沈憶案1呢 就是中正區恒洋路三十七號 文化資產價值案呢 短案委員總人數二十三人 回憶人數零人 出席委員十九人 預辦訴委員出席 出席委員四人同意 十五人不同意 同意人數為 而未達出席委員過半數 所以本案決議不同意 指定中正區恒洋路三十三號為 文化資產市令 但是呢 沈憶案1的 關於歷見的部分 則是委員人總人數二三人 迴避零人 出席委員十九人 預辦訴委員出席 出席委員十六人 同意 三人不同意 同意人數達出席委員過半數 所以本案決議 同意登陸中正區恒洋路三十三號為 歷史建築 至於紀念建築的部分呢 是不同意 十九人不同意 零人同意 所以未達出席人數過半數 所以不同意為歷史建築 也就是說 沈憶案1呢 是同意他為歷史建築 那沈憶案2 中正區恒洋路三十五號 文化資產價值案呢 一樣 委員總人數二十三人 迴避人數零人 出席委員十九人 那 出席委員八人同意 十一人不同意 衛達出席委員過半數 所以不同意 指定他為十下司令人機 但是在歷史建築的部分呢 則是十四人同意 五人不同意 他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 衡養路三十五號為歷史建築 那至於紀念建築的部分呢 也是十九人不同意 所以衛達出席委員的過半數 則是不同意他為紀念建築 簡單講 就是沈憶案1跟沈憶案2呢 都是同意他過半數 同意他為歷史建築 請回答 請回答 審議案是自殺四定五級 衡陽路十一號電屋 初呼籍在電用性法案提起審議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二四條五級 修復集再利用那法第三條二領 辦理期行立本區110年3月36日 公告指定肯陽路十一號電屋委 資產市立補期 本案是所有權人委託和公聖建築事事務所 辦理修復集再利用計畫 本居110年2月9日邀請文治人 辦理審查會議 會議結論修正後訴審 本案序於110年6月6日邀請委員書面審查 審查結論通過 本案已於110年7月24日 辦理修復集再利用計畫說不愧 這是本案的公告 這是本案的地域異形圖 這是本案的生況照片 本案提起本審議論審查 並以審查決議辦的同序 那些訊息請建築事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好 我是董聖建築事 那其實本案那個衡陽路十一號 我們的地面的檢討一下 本案在去年的3月3號 通過委員提出的目標 那他的問題是 建築委員實在新建築 然後那個衡陽路十一號 可以看到這個主要出去的任何阿嬤 然後有兩種 其他公司機 還有就是建築地面保持可以讓完成 我要出3號 已經三頭平時 我今天你做的叫做非常完整 下葉 那就是那個構造圖 本案在這個位置 那旁邊都是提案的 三頭平時 那地面的話可以看到 本案在這個建築位置 左邊還有更左邊更左邊這邊 公共在今年之後 已經指定為一間下葉 指定完股基的下葉 對 這是一個 這是那個漢土的 本案在這邊 左邊這邊 在今年的時候指定為股基 新增一個股基的維新序 下葉 這是那個198 1985年的時候 大五年兩月 本案在整個台北城的中心的位置 下葉 那這是那個地基圖 舊地號是35號 左邊是36 他最造型地號是2132 那在那個所有權的部分的話 他那個最小在大政三年的時候 登記為中村先知住所有 同時間這中村先知住 他也持有左邊是36居 然後就是我們的產權 在民國35年的時候 那個收購為國有 在民國76年的時候 當委員員也是取得所有權 那是一件下葉 那在日本時代 他那個主要的產業登記有 有兩個 一個是柏田商店 主要是帶領日本的住民的民酒 是相關的一些帶領的酒商 那還有一些醬油 不會假裝醬油 一些雜貨 然後第二個是他童年商位 童年商位的話 他主要是賣賣那個 台灣當時住民的農產品 然後精緻的伴手禮 然後回銷到日本本堂 下葉 那這是在光復之後的產業 包括這邊有提到 他最早是一個成美航 就是西點麵包店 然後陸續的話有一些藥房 或者是一些餐廳業的建築 下葉 這是那個建築 1915年的時候的那個舊照片 可以看到 我們在紅點這個位置 舊照片這邊可以看到 他跟我們現況的那個立面外觀 幾乎維持非常的良好 都還非常的一致 沒有太大的桿邊 那這是那個陸續的一些舊照跟一些空照組 可以看到他那個舊照片的這個放大樣子 也是跟我們的現況是立面維持得非常的良好 那對照空照組來看 他立面的話大概是只有後面的那個地方 北側後面那邊有一些